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列举了200多个学生会干部岗位 此外 还在一些副职的岗位后面 标有正部长级等标示 被不少网友戏称为一副小官场 19日晚 记者发现中大学生会微信公众号已经删除 记者就此事联系中山大学有关负责人 对方表示目前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 稍后会对外有正式的回应 20日中午 中山大学学生会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 关于学生干部聘任公告的说明 该说明如下 我校现有本科生33000余人 校学生会干部人数总计210人 由三校区五校园不同院系的同学组成 旨在努力服务同学 团结同学 以及共同成长 学生会的主席 副主席 以及各部门的部长 副部长 仅是岗位名称 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 主要是为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 更好的服务各校区广大同学 并作为进行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照 在公告中 我们错误使用了极别的表述 对此深表歉意 我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并将认真反思 改正和完善自身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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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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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